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门了 看天气好像有点快下雨 现在出门的时候八都是下雨 好像下雨了 刚到 有一只在这边停在这里 然后先架脚架好了 有点水气啊 现在是三点半 然后开始录影 在这边 太多了 好 好 这边 脸 翻来 点子 快摔去 小岛 可以 出来 比较 飞 中 好 先拍到的畫面沒有很多 然後再想一下不要用加倍鏡 用手持的,其實感覺用手持的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不用手持的話 要帶兩個那個大炮來 一個是架的固定看他的動作 另外一個是手持用Sony這一台來錄影 不然飛起來幾乎追不到 用腳架飛起來幾乎追不到啊 然後加倍鏡也是的原因 本來不如第一次直接兩百六百沒有用那個加倍鏡 直接兩百六百去 從兩百抓到 然後轉到六百 這樣的方式會比較好一點 不過會比較晃 晃的話我就用自己用軟體再防手震就好 就跟我第一次來拍的時候 那個畫面就很漂亮 就能解決 所以 球長言 手持不要用加倍鏡 我去再研究一下今天拍的畫面怎麼樣 然後下次來再改進吧 他帶兩台相機來嘛 我覺得這樣比較輕鬆自在啊 不用推推車 好啊 就這樣 5點13回家 這一次有準要飛之前 我大概都能看到 然後但是 飛起來又因為 用了兩倍鏡 所以大概就是都用一千兩百ミリ去抓 會有點困難 那除非有幾個鏡頭是我 已經預估到他會 會再拿的點 所以基本上才會有去抓到他 飛到停在那個點 在看實際的影片 的畫面 基本上飛起來以後就 一千兩百ミリ 根本抓不到 雖然我用準心了 但是 那個 焦距太長了 然後 對焦還是沒辦法抓到 所以下次用 下次不要用加倍鏡 用兩百到六百的焦段 來試試看 就跟我第一次來 拍到那個很漂亮的畫面 就是 飛起來用兩百 抓到 拉到六百 對焦 抓他後半部分的那個影像就好了 你不能全程都抓得很漂亮的 然後用這個方式來錄影 抓他飛行的畫面 4K120 4倍慢動作 漂亮 下次來 明天早上會來吧 下次來可能 明天下午再看看 明天早上要來參加一個 Sony的體驗會 不知道會不會下來 明天下雨 機率是50% 好 冰海公路了 先這樣了 掰掰 快點訂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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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